那老狐狸你看这表面上温温柔柔的 那心 那心就跟那杀鸡嘴似的那心 哗的 他把他自己的孩子都害了 丑霸了 致霸了 他绝对是个老狐狸不用打老狐狸 大小S妈妈黄春梅 在大S最开始闹离婚的时候 她是持反对意见的 老谋深算的S妈当然会衡量 汪小飞是她这三个女婿里 性价比最高的一个 因为汪小飞最有钱 出手也最阔绰 在跟大S婚姻的十年里 不仅给S家买了两套上亿的豪宅 一套S妈住着 一套大S和孩子住着 而且汪小飞平日里对S妈也是非常孝顺 经常给S妈买各种珠宝 即使大S恋爱闹 可是S妈一直是清醒的 一开始大S跟巨俊叶在一起 S妈是反对的 所以她公开说不认识巨俊叶 而小S就比较复杂 小S反而鼓励大S跟汪小飞离婚 这就是为什么汪小飞一开始特别恨小S 觉得她在自己的婚姻里上蹿下跳 挑拨离间 大S跟巨俊叶刚结婚不久 S妈在节目里被问到三个女婿的时候 S妈的回答就很说明问题 很少听到人家女婿抢的孝顺乐 三个往过母亲节啊 过年啊 排口一定是选最好的酒 这我妈还喜欢喝威士忌 我就是送就是很好的威士忌 小飞就是那种 她就真的会细心的挑戒指项面送给我妈 先跟戒指送到的时候 不准再送我珠宝了 因为我老了 后每一个东西都很困难 已经第一次见到那胸部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是送回来给我抱抱 就这样 她虽然对巨俊叶并不满意 但是也拗不过女儿 而且当湛蓝的出现 一举一举的互撕过程中 完败S家族 张蓝把S家族所有成员巴的体无完肤 永远定在了耻辱柱上 那绝对是老狐脸 他们三个人 他们家四个女的 绝对上辈子是冤家 那老狐脸 你看着表面上温温柔柔的 那心 那心就跟那鲨鱼嘴似的那心 夸的 她把她自己的孩子都害了 S妈知道汪小飞和大S再无可能和好 于是S妈开始站出来替剧俊叶说话了 小S曾经说过 我们家姐妹即使相爱相杀 但是当外敌入侵的时候 我们全家的策略是一致对外 不得不说 S妈黄春梅的确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用张蓝的话说 就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 张蓝说 黄春梅的两个女儿就是她害的 她把两个女儿都当成摇钱树 这个一点不假 曾经小S在节目里说她怀孕了 而S妈第一的反应 并不是关心胎儿和女儿的健康 而首先想到的是 女儿怀孕了就赚不到钱了 当时我怀孕的时候 也多怕我妈俩拱了 然后徐妈还这样 有点不太开心说 那广告代言人办 我说妈哥你知不知道 要赔多少钱啊 这足以说明黄春梅是一个非常现实 利己主义的人 她也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女儿们 所以母女三人的价值观出奇的一致 都爱嫁有钱人 也都很会靠男人 但是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体面人 于是嘲讽张蓝 是个卖酸辣粉的不体面 今天我们就扒一扒黄春梅的体面人生 开始吧 黄春梅出生在一个一贫如洗的穷乡僻壤家庭 全家老小靠着一亩三分地维持生计 黄春梅在很小就失去了父亲 因为贫穷 母亲比同龄人苍老了许多 也是因为这样热烈的成长环境 让黄春梅养成了毫无安全感 爱抢夺的性格 黄春梅不愿意任命 于是在18岁刚成年那年 不顾母亲的反对 一个人来到台北打拼 没有学历 没有背景 一个小丫头 在大城市打拼 可谓是非常艰难 据传那时候黄春梅在夜总会坐台 张蓝在直播间也曾说过 那时候黄春梅立志 一定要嫁一个有钱人 摆脱自己的困境 机会来了 在她打工的隔壁 有一家银楼 这家银楼有一个少爷叫徐坚 她见到黄春梅的时候 被黄春梅清秀的外表给吸引了 徐家早些年 在山东就是当地有名的土财主 后来做生意 随着大军一路飘洋过海来到台湾 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银楼 黄春梅看出了徐坚的心思 虽然这个小少爷人是花心了点 但是模样还算周正 而且家境殷实 自己千辛万苦地来到大城市打拼 不就是为了飞上之头变凤凰吗 于是黄春梅就跟徐坚谈起了恋爱 19岁那年 黄春梅就嫁给了徐坚 她原以为等来的是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少奶奶生活 但是现实却给了她沉重的打击 徐家家境殷实是不假 但是跟黄春梅没有半毛钱关系 她的婆婆根本就看不上这个乡野丫头 嫁进来也是拿她当免费保姆来使唤 从黄春梅嫁进来以后 她家的保姆就下岗了 所有的家务全都落在了黄春梅一个人身上 黄春梅为了伺候这一大家子人 及早贪黑 一日三餐 洗衣做饭 即使这样干活也没落到半点的好 因为这一家人根本就瞧不起她 光那七个小姑子就够她瘦的 而且黄春梅在这几年一连生了三个女儿 在徐家没有生出儿子 被徐家人称为不会下蛋的母鸡 最可恨的是她的丈夫徐坚 不但没有帮她 反而经常在外面酗酒 出轨 回来还对她家暴 这些年 从结婚到抚养三个女儿 黄春梅确实吃了不少苦 三个女儿也跟她一样瘦气 大女儿和三女儿还算乖巧 但是二女儿大S就比较叛逆 后来稍大一点的时候 爸爸又要动手打黄春梅的时候 大S挡在前面 替妈妈出头 黄春梅突然明白 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 于是她决定跟徐坚离婚 带着三个女儿独自生活 徐坚虽然不爱她老婆和三个女儿 可是她却不愿意 还黄春梅一个自由身 黄春梅一气之下 带着三个女儿离开嫁 从此过上了独自抚养女儿的 单亲妈妈生活 那时候的二女儿大S是一个要强的性格 她决定要当艺人挣很多钱 大女儿性格内向 死活不愿意进娱乐圈 大S就哄着自己的妹妹小S说进了娱乐圈 可以穿漂亮的衣服 而且你也可以表演耍宝 这是小S最擅长的 于是小S跟大S成立了ESOS组合出道了 这么多年 大小S在娱乐圈打拼了20年 一直长红可见 S妈非常不简单 据说两个女儿刚出道不久就得罪了制片方被血藏 S妈将两个女儿送到杨登奎旗下任干爹 杨登奎在台湾的地位 相当于香港像华强一样的人物 从此姐妹俩资源好到爆 大S第一部电视剧 就是红遍亚洲的经典偶像剧流星花园 至于亲爸徐坚 在外面有一个女人欠债800万徐坚找黄春梅帮忙 没想到黄春梅竟然不弃前嫌 甘愿掏出800万台币 将自己婚姻的第三者救了出来 这个结局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表面上看起来是黄春梅输了 可实际上黄春梅帮徐坚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让徐坚同意离婚 于是两个人正式办手续离了婚 因为这800万大小S罢评台湾娱乐版面整整数日 知名度又提升了好几档 被誉为孝顺女儿不计前嫌 帮父亲还债 还允许声名狼藉的徐爸爸参加小S的婚礼 名气话题度人设全都起来了 这一招高实在是高 上个月 一个曾和大S合作过的叫感恩哥的经纪人 他爆料说 S妈妈早就在婚了 对方是一个小鲜肉 两个人年龄差距很大 属于母子恋 而且S妈本身也是座台出身 思想开放 身边从来不缺男人 找一个年轻帅气的小老公也正常 因为女儿是明星 怕人设崩塌 一直觅而不宣 这一家人的确是够奇葩 要说小S更像黄春梅离婚前的样子 在婆嫁卑微到尘埃里对老公出轨家暴还要忍气吞声 而大S更像是黄春梅离婚后的样子 完全的自我为中心 有严重的公主病 宁愿自己花钱养男人 也要过得潇洒 不受约束 没有太强的道德心 一切以自我为中心 这就是女儿命随妈一点都不假 nice